做出來但是還是有一些小錯誤的話 那當然其中報告部分我是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你們還算是有些地方不太熟悉 那不過你可以在你的心得報告裡面敘述一下 說老師我想做但是我可能現在功力還不太夠 所以我可能現在還做不出來 不過我之後可能會再接再立 因為還有期末的部分 那你可以再也許再花一點時間再解決 那底下這個當然算是加分的項目 因為現在因應那個AI的 生成是AI的這些這個浪潮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於我們現在所學的 其實是蠻有幫助的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把它結合進來 這個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目前的話當然上面這些就是主要的 那AI部分的話算是應該也算是 是要